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,分析当前经济形势,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。 李克强对明年经济工作做了部署,李强做总结讲话。 会议认为,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。 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,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,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,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,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,砥砺前行,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,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 统筹发展和安全,加大宏观调控力度, 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,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, 成绩输为不易,值得倍加珍惜。 会议指出,当前,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, 需求收缩,供给冲击,预期转弱,三重压力仍然较大, 外部环境动荡不安,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。 但我国经济任性强,潜力大,活力足, 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。